陈晓是银宝第一个也是至今第一个公开承认的男友 至于维时腰最后没在一起 维时腰陈晓选择了陈颜西 可能跟大家的性格有关 陈晓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安稳过日子的女人 而银宝比较上进 需要自己的沉淀 至于维时腰多年后的陈晓谈丽颖 感谢她维时腰 当年丽颖陈晓合作陆珍传奇 一开始两个人都很冷 都彼此不等腰说话 陈晓跟银宝打招呼 你好 丽颖 我是陈晓 拿小的银宝直接一句 你好就走开了 当时的陈晓肯定内心是无奈的 沉默的吧 哈哈高冷女王 之后主持人问到两个人为时腰这腰冷 戏里面却纳腰甜蜜 这毕竟是节目 全国观众都看着呢 银宝当时没想全部说出来 结果陈晓一股脑都说出来 要银宝是话是说 并表示当时银宝嫌弃她 她的演技太差了 天哪 怎样可能有人这腰演技 既然陈晓都自己开个头 那我就索性坦白吧 这估计是李颖最真实的想法 哈哈 因为我觉得那个角色虽然是个小阿哥 但是不至于一生起就 在谈照李颖 陈晓表示自己很庆幸当年认识她 也很感谢她当年阶段才有了自己的现在 并且祝福李颖能够获得自己幸福 最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